大家好 我是中医老马 现在我们国家得肝炎的人特别的多 尤其是乙肝的患者居高不下 你像我们肝炎的患者分为甲肝 乙肝 丁肝 物肝 饼肝 但是最多的是甲肝和乙肝 甲肝就是急性黄胆性肝炎 如果我们得了甲肝不用害怕 我们肝脏的功能保持正常 而且消除某些症状 尤其是黄胆的症状 慢慢就形成抗体 得了一次以后再也不得了 但是乙肝就麻烦了 乙肝它的传播途径一般只分为两个 一个是垂直的母婴传染 一个就是通过输液或者输血平行的传染 但是乙肝非常的难受 很难治疗 它的转阴率一般在10%左右 但是如果我们加上合理的药物治疗 我们就能够使它的转阴率 提升15% 达到25% 但是乙肝真真正正是通过什么来转阴的 大家一定记住 是通过调节我们人体的整体的内环境 整体的肝的功能 同时提升我们的正气 达到我们免疫系统内的居食细胞的吞噬功能增强 来吞噬我们的乙肝病毒 这样乙肝病毒没了 我们人体就治愈了 同时也会产生表面抗体的阳性 大家一定记住 得了乙肝 大家不要害怕 我们应当怎么做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 先给大家讲一讲 这些了年来 我在治疗乙肝方面的一些心得 我用什么样来调整乙肝呢 是这样 得乙肝的人呢 一定是表现出了心情的一个不舒畅 闷闷不乐与寡欢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养血 揉肝 疏肝解育 得乙肝的患者呢 一定会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 这时候一定要健脾 得乙肝的患者因为肝藏血 所以说呢 肝的藏血功能变弱 一定会造成血虚 我们一定得记住 要疏肝健脾而养血 得乙肝的患者呢 还会出现呢 失眠 为什么呢 得了病 淤淤寡欢闷闷不乐 形成了愈而化热 热绕心神 心神不安 同时肝藏魂 说得了乙肝 肝血不足 魂呢就不能归于肝 这样呢 魂不守舍 心神不安 也引起失眠 我们平时治疗上 我给大家讲一讲 用药的思路 首先就是我们的逍遥丸 一定要用 逍遥丸是什么 就是呢 当归和配白勺 来养血以揉肝 配上柴虎来梳理肝气 同时呢 加上党参 说逍遥丸中没有党参 我为什么要加党参 因为它里边有白竹 芙苓 和党参 再加上肝草 配成什么呢 四君子 来补匹一气 使我们匹望 为何 这样呢 身体的气血呢 就会充盛 我们的正气族 也能帮助我们人体来消灭这个乙咖病毒 同时我们加了生姜 还加了一点薄荷 薄荷呢 既能够来筑柴湖 来理气 来宣算气机 同时候这薄荷也能够清洁预热 因为气味寒 在这个方的基础上 大家一定记住 看看我怎么用药 一就是加鸡血疼 来养血活络 同时呢 一定加一些杀病毒的 像我们中医的锤喷草 凤尾草 椰下猪 土葫林 都可以 同时说我们得了乙肝 经常会出现的干净的湿热 引起的黄胆 这时候一定记住加两个药 一位质子一位阴沉 阴沉 清洁 我们肝胆是最好的一位药 我们一般加到20到30克 同时得了乙肝 一定防止它肝阴化的产生 我们加牡蠣和别甲 另一个方面 得了乙肝 也一定要加活血的 一位桃仁 一位赤勺 足矣 通过这个方的配五 再加点 助睡眠的 就是我们的酸枣仁 是最好的一位助睡眠的 再加上穿胸 穿胸呢 既能行器 又能活血 配合我们的桃仁 使勺来活血 同时呢 他也是引药入肝经的引经药 这样呢 助药同调 健脾 疏肝 解瘀 同时呢 消灭病毒 还能够活血 以养血 同时还防止了我们肝阴化 用了憋甲和牡蠣 软肩以散结 用一个月停七天 争取呢 每年用半年 大约两到三年 你的乙肝病毒 就会急剧量的下降 身体的状态呢 恢复如前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 得了乙肝 我们一定注意肝脏的保护 否则的话 乙肝 肝硬化 肝癌 就是一个三步走 得了乙肝 最先防止肝硬化 肝硬化的具体表现呢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我在视频中也讲了一些肝硬化 肝癌呢 也讲了 通过这个视频 我给大家还提出三个平时的生活习惯 第一个得了乙肝 首先要戒酒 酒千万不要喝了 第二个就是脾气 脾气呢 一定变得柔和 原来那种急躁易怒脾气不好的秉性改了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饮食 第一不要过于的油腻 第二就是呢 我们一定记住微量元素和微生素的蔬菜相对多一点 同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说合理的用药加上良好的生活习惯 就是我们的乙肝 即使你是携带者 也不会发生肝硬化肝癌的疾病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也告诫 所有的乙肝的患者 得了肝硬化也不要害怕 得了肝癌也不要害怕 能不能逆转 就看你自己 自己有信心 再配上合理的药物治疗 配上良好的生活习惯 能逆转是有可能的 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的回复